歡迎光臨 當傳輸線有損耗的時候 電壓波跟電流波在傳輸線 會表現出什麼樣的特性 傳輸線的損耗從哪裡來 第一個傳輸線是由導線構成的 有兩條導線 導線 整體大部分的導線都是油損導線 也就是說它會有電阻 另外兩條導線之間假如我放的是介質 譬如說通常的傳輸線都會用PVC包覆起來 這個PVC是分子材料 使用久了之後 這個分子材料開始就會導電 所以在兩條導線之間 就會有電流從正端流到負端 透過這中間的分子 那這是一種類似漏電的現象 也會產生損耗 因此在這邊損耗的機制 我們擺上一個R 這個R是電阻的損耗 這裡的G G是因為介電材料不理想 產生的漏電流 GΔZ 我們再回憶一下 L的單位是每米多少Henry 電感 C是每單位長度有多少電容 Fore-oppermeter 同理這個R描述的是導線的損耗 它的單位是每米多少Ohm G是每單位長度的漏電損耗 它的單位是每米多少Siemens 我們再用同樣的KVL跟KCL的分析 取一段長度為ΔZ的導線 現在增加了兩個損耗的元件 左端到右端我們Apply KVL 左端的電壓等於流過這兩個元件所產生的電位降 再加上右端的電位得到這個式子 右端的電位用Teller展開式展開 削掉一樣的式子 我們得到這個結果 多出了這一項損耗 同樣的道理 KCL 左端的總電流流過這兩個旁路 最後再加上流到右端的電流 旁路電流抵達右端的電流 抵達右端的電流用Teller展開式 然後把相同項消掉之後 我們得到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比起之前多的這一項損耗項 假定我們考慮的是Time Harmonic 時間的變化是Ejωt 那麼這邊牽涉到對時間為分項 轉變到Facial Domain 或者Frequency Domain 就會變成乘上一個jω 所以這邊的Partial I Partial T 到了Frequency Domain 變成jω乘上I 這邊的Partial V Partial T 到Frequency Domain 變成jω乘上V 各位要請注意 這邊的V是Z跟T的函數 這邊的V純粹是Z的函數 這個是電壓波在時空Domain 這個是電壓波在Frequency Domain 或者這個電壓波是在時間跟空間的變化量 這個電壓波是在Frequency跟空間的變化量 其中的時間被轉換到Frequency 好 那麼impedence的概念是在Frequency Domain才成立 因此我們直接處理Frequency Domain 這兩個equation 1跟2 解這兩個equation的方法跟之前一樣 把第一次對Z微分 再把第二次代入 就得到V的二階微分方程式 中間乘上這個常數 我們把它叫做γ² 因此我們這邊得到的解 就是V plusE minusγZ 加上V minusEγZ 這一項對應我們之前的討論是向右傳播項 這一項是向左邊的傳播項 那麼根據這個定義γ是等於這兩項相乘 一般來講γ是一個complex number 十部α我們把虛部叫β 現在我們觀察呢 之前我們所考慮的情況是沒有損耗 也就是說沒有R也沒有G R等於0 G等於0 從這個式子來看 當沒有損耗發生的時候 γ就等於JωLC 就是我們之前討論的Jβ 也就是說這個β 就是我們以前討論無損情況之下的β 是同一個 那麼大部分的實用情形呢 Loss應該不能太大 因為傳輸線主要是把功率從一側傳到另外一側 假如損耗過大的話 這條傳輸線應該要換新 所以呢 一般我們考慮是無損理想情況或者是低損 低損耗顧名思義 這裡有兩項 沒有損耗的時候R是0 低損的時候 起碼這一項要比第二項要小很多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低損耗的情形 用數學來描述就是R元小於OmegaL G元小於OmegaC 因此這一項就可以寫成這個形式 好我們現在寫成這個形式之後 這一項跟這一項都圓小於1 我們把這一項這兩個括號相成之後得到4項 其中第4項呢 是兩個很小的數字存在一起可以忽略 得到的是1加上這一項再加上這一項 然後我們用這個近視式 把這個根號 第一個根號可以劃約 得到的結果呢 就是得到這個形式 最後呢 我們把它跟這個十步虛速的 虛步的表示法對照之後 得到β就是我們原先的無損情況之下的β 這個α呢 是R除以Z0加上G乘以Z0 然後再除以2 單位是Napos Permitter 好 再來電壓波找出這個形式之後 我們把這個式子呢 帶到第一式 先把V對Z為分 然後再把右邊這個係數呢 搬過去 得到就是這個結果 同樣呢 這個電流有一個向右走的電流波 跟向左走的電流波 這裡呢 V plus之前的係數 我們稍微觀察呢 可以寫出這個樣子 Z0特徵阻抗 再一次觀察 無損的時候 R跟G都是0 這個特徵阻抗 就會化約到之前所討論的 無損傳輸線的特徵阻抗 當有損耗的時候 Z0會變成Complex Number 好 現在我們看這段傳輸線 長度為L 在負載端 Z等於0的地方 擺上一個負載ZL 因此呢 在負載端 我們可以量出一個反射係數 反射係數呢 是ZL-Z0除以ZL加Z0 我們再看一遍 整段傳輸線的電壓波Vz 可以寫成一個向右傳播的電壓波 跟向左傳播的電壓波 我們再複習一次 這個電壓波所表現出來的分布形式 假定V plus寫成 Amplitude A跟 Phase Theta V minus寫成 Amplitude V跟 Phase V 那麼這個時候呢 電壓波可以展開成這個形式 其中γ我們用α加Jβ代入 然後呢 我們找找看在time domain電壓波的形式 VzT等於Facer Vz 乘上E就ωt再取實步 把這個式子帶進來之後 我們就得到A乘上一個exponential minusαZ 再乘上一個cos 向左邊走的電壓波 也有類似的形式 我們觀察一下 cos這一項告訴我們 ωt減βz這一項呢 可以得出 我們可以推論出 這是一個向右走的電壓波 現在多乘上一個exponential minusαZ 表示越往右邊走 它的正幅越來越減小 理由很簡單 損耗 功率損耗 所以越走 Amplitude 越小 同樣道理 第二項ωt加βz 我們可以推論出 這是一個向左走的波 它的前面乘上一個exponential plusαZ Z越往左邊走越小 它的amplitude也會越小 因此往左邊走的電壓波 amplitude也是越走越小 同樣的理由損耗 好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 Vz是這樣的形式 Rz根據剛剛的推論 正向波出一個Z0 逆向的電壓波出一個-Z0 差別是這裡的Z0 現在是complex number 好 我們再看 在Z等於0的地方 我們接上負載ZL 那麼我們可以從物理上的推論 當正向波走到右邊的時候 會遭遇反射 我們把這個反射量 Z等於0的反射量是V minus 入射量是V plus 也就是說這個是在 這個在Z等於0的地方 可以看成是一個反射波 這一項在Z等於0的地方 可以看成是一個入射波 那麼反射波除入射波 我們習慣上的看法 是把它當成一種反射 因此這兩個的比值 就定義為電壓波的反射係數 好 那麼帶入這兩個式子之後 我們可以比照之前的推法 可以得到這個反射係數等於ZL-Z0 除以ZL加Z0 這個Z0是Complex Z0 好 現在再任意一點 我們也可以定義一個反射係數 這個時候的反射係數是 往左邊走的被視同一個反射量 往右邊走被視同一個入射量 所以在Z的位置的反射量除以入射量 得到的就是在該點的反射係數 那麼這兩個係數相除是γL 這兩個指數相除得到exponential 2γZ 跟之前無損的情況之下 推論形式是一致的 再來用這個定義之後 我們可以把VZ的第一項提出來 第二項跟第一項的比值寫成γZ 同樣的道理 IZ會得到E減掉γZ 現在我們同樣可以在Z任意一點 量測該點的主抗 該點的主抗根據定義是VZ除以IZ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式子帶進來 我們再次發現 這個normalized impedance跟反射係數 有bilinear transform的關係 跟之前無損的情況一致 再來我們在輸入端 經常會量設輸入主抗 所以輸入主抗就是這個電主抗 在Z等於-L的值 所以我們把這個式子γ的地方 用-L帶 所以就得到Z任等於這一項 然後γZ用這個定義 其中γL再用這個表達式代入 所以γZ用γL exponential-2αL帶 然後把γL用ZL-Z0除以ZL加Z0 代入 然後再做適當的整理 我們可以得到這個關係式 最後得到這個關係式 我們再檢討一次 在無損的情況之下 γ等於Jβα等於0 這個時候γL等於JβL hypertangent變成J乘上tangent 這個式子又跟我們之前 無損的情況之下的輸入主抗一樣 所以這個式子可以看成是 generalized input impedance 在無損的情況之下 特殊情形出現 這個立體等於 把傳輸線的各種主要特徵 複習一遍 我們看 這裡有一個訊號 訊號源 Vg大小是100 相位是0度 接上一個主抗 30-J40 傳輸線長度是10.2λ 傳輸線的Z0特徵主抗是50Ω 它的α呢 是10-2 Napos per wavelength 有時候我們會用 Napos per meter 要注意 每單位長損耗多少 或者每米 或者每波長損耗多少 現在我們來看第一個 在負載端的反射係數 負載是150Ω 所以反射係數是 ZL-Z0 除以ZL加Z0 等於1 2分之1 在輸入端的反射係數 那輸入端的反射係數用這個公式 其中Z代-L 所以這個地方γL2分之1 這裡exponential 2γZ等於-L γ寫成α加Jβ 所以這裡有αL α乘上L α的單位是Napos per wavelength 長度是10.2 所以這兩個λ消掉 得到是10.2 再乘上2得到是-0.204 那麼βL是2π除以λ 再乘上長度10.2λ 得到是20.4π 然後再乘上這裡的2 所以得到時部跟虛部 把數值帶進去之後 得到的是amplitude phase的表達方式 這是時部虛部的表達方式 再來輸入阻抗 那麼我們再用到阻抗 跟反射係數的關係 所以輸入阻抗等於Z0 E加γ在輸入端Z等於-L 除以1-γZ equals-L 那麼γ-L的數值在這裡 把這個數值帶到這裡來 Z0是50 就可以得到amplitude跟phase的表達方式 或者時部跟虛部的表達方式 單位ohm 再來輸入端的電流 可以用KVL 總電壓是VG amplitude是VG 主抗現在是ZG 跟往右邊看是Zin Input impedance這兩個 好 VG有了Zin剛剛算出來 帶進來得到電流的大小 單位是amp 再來 對應在輸入端的電壓 用KVL就可以了 把Zin乘上該點的電流 得到amplitude跟phase 單位是Volt 再來我們再算輸入端的power Average power 那麼就帶2分之1 電壓乘上電流的complex conjugate 取時部 現在V有了 R也有了 帶到這裡得到是20.32 單位是Watt 再來我們看這個amplitude 正向電壓波的大小 我們用這個式子 正向電壓波的大小 跟average power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考慮在Z等於-L Z等於-L呢 得到這是V plus的關係 跟P在輸入端的數值 所以我們帶入這個公式之後 注意 Z0是50 所以取導數之後 G0是50分之1 B0是0 帶到這個式子 第二項不用考慮 考慮第一項 好 那麼這麼一帶的話 得到V plus amplitude 大小是44.58 單位Volt 往右邊跑 那麼這個傳輸線本身有損耗 所以我們預期這個amplitude 會越跑越小 我們來看 跑到負載端的P0 Z等於0 所以在這裡Z帶0 Z帶0 V plus帶進來 然後呢 這裡的γ 這裡要帶0 γ0就是γL 所以得到的P0 就是2分之1V plus平方G0 1-γL平方 得到14.91W 各位看 在輸入端是20.32W 抵達負載端是14.91W 中間的差值5.41W 就是在傳輸線沿路損耗掉 當頻率很低的時候 R的效果 R的效應 跟G的效應 可以忽略不計 這個時候呢 我們得到的一段 長度為ΔZ的 Infinitesimal Transmission Line 它的效果呢 看起來像是電路學裡面的RC電路 這裡面呢 單位長度的電阻是R 所以這一小段傳輸線裡的電阻是RΔZΩ 這一段長度的電容 是C乘上ΔZ的Follow 我們再一次使用KVL跟KCL 可以得到左邊的電壓 等於右邊的電壓 再加上流過電阻的電位降 然後呢 再一次把右邊的電壓呢 用太熱展開式展開第一項 跟左邊這一項消掉 就可以得到第一個式子 接下來用KCL 左邊的電流呢 等於右邊的電流 再加上從電容流過的旁路電流 電容流過的旁路電流是 電容值乘上Partial V Partial T 在這裡呢 我只標示Z 但是我們現在考慮V跟I 都是位置跟時間的函數 再一次用太熱展開式 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Partial I Partial T 等於-C Partial V Partial T 這是第二個式子 這兩個式子可以看成昨天講的 LCRG四個元素都在的時候 的Transmission and Equation 但是少掉L跟G那兩項 現在呢 要解第一式跟第二式 我們試著消掉I 所以呢 做法是把第一個式對Z微分 然後再帶入第二式 就得到V呢 對Z微分兩次 但是對T值微分一次 這個式子各位在電子學 大概有接觸過 叫做Diffusion Equation 它是跟用來描述一滴墨水滴到水裡 它的擴散情形的近似方程式 注意Wave Equation Wave Equation本身沒有近似 但是Diffusion Equation呢 在物理上有近似 待會我們就看到這個差別是什麼 我們先看看這個方程式的解 好 那麼經過一番這個努力嘗試之後 發現VZT的解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要檢查這個解對不對 所謂解就是要滿足方程式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V對Z微分兩次 所以先微分一次 微分一次呢 是把這個積分向 這裡面呢 下線是0 上線是Z跟T的函數 所以這一項對Z的微分呢 是把裡面的integrant 帶入上線 然後呢 上線再對Z微分 接著呢 對這個式子 再對Z微分一次 那麼只牽涉到這個指數項 所以很容易就得到這個解 右手邊呢 partial V Partial T的算法 一樣 把裡面這個integrant Y平方帶上線 帶好之後呢 再把這個上線 對T微分得到這個式子 結果把這一項乘上RC 剛好等於這一項 因此可證VZT 就是這個微分方程式的解 這個微分方程式有兩個常數 它表示通解 所以我們還需要邊界條件 或者初始條件 才有辦法確定這兩個係數 那我們現在考慮這個問題 有一段無線長的傳輸線 在Z等於0的位置 接上一個直流電壓 T等於0的時候把開關關起來 這個問題就是我們一開始傳輸線 討論的傳播的問題 現在我們來看 剛關起來的時候 T比0多一點點 這個時候這個V0剛好跨過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在Z等於0這個位置的電位 應該會等於V0 就是Equation B1 第二個 假如我們考慮無線遠的地方 無線遠的位置 那麼任何有限的時間 這裡的電壓 不可能達到 跑到無線遠的地方 因此我們可以要求 第二個邊界條件 當Z趨近無窮遠的時候 任何有限的時間 電壓波都到不了 因此它應該是0 那麼我們先帶第一個邊界條件 V1 Z帶0 T呢比0大一點點 所以0除以一個很小的數還是0 因此呢 第一個邊界條件 使得這個積分從0到0 再加上V 要等於V0 因此我們就得到V等於V0 第二個邊界條件 要求Z等於無窮大 T是有限 因此上限就變成無窮大 所以呢 A乘上積分從0到無窮大 那麼exponential-y2 這個積分是2分之根號pi 因此我們就可以得到 A跟V0的關係 A跟V解出來之後 帶到這裡 就可以得到VZT這個式子 各位看 這個式子 是一個error function error function的定義就是 從0積分到某一個argument 所以這個式子呢 error function裡面的argument就是上限 另外一個叫complementary error function 就是把error function從1扣掉 就叫做complementary c error function 我們把VZT呢 對它的argument做圖 把這個error function裡面的argument 根號RC除以4T 再乘上Z 把它叫做alpha 所以現在是V除以V0 對alpha做圖 這條黃色曲線就是complementary error function 好 現在我們來觀察 假定 我有興趣是想要觀察沿著這條傳輸線 不同位置的電壓分布 所以現在我把橫軸寫成Z除以Z0 我現在考慮兩個時間點 一個是早一點 一個稍微晚一點 所以當我T選RCZ0平方的時候 這裡面的argumentalpha 就會變成1 2分之1Z除以Z0 也就是說 Z除以Z0是等於2alpha 假定A出現在alpha等於1 4分之1 那麼對應同樣的值會出現在這裡 alpha等於1 2分之1 B點呢 在這裡出現在1 2分之1 就會出現在這裡的2alpha等於1的位置 依此類推 當我們把時間延遲4倍 4倍的RCZ0平方 這個時候呢 Z除以Z0等於4倍的alpha 因此呢 假如A點的高度出現在alpha等於4分之1 在這張圖上就會出現在 橫軸等於1的地方 所以我們觀察兩個現象 第一個 不管任何時間 這個函數值呢 可以延伸到無窮遠 雖然到很遠的地方數值會下降 第二個 當時間增加的時候 這個坡型之前討論的傳輸線一樣 整個坡型移動 它是變成了擴散出去 所以顧名思義這個equation叫做diffusion equation 剛剛講的第一個現象 任何時間在任何位置都觀察的到坡 違反相對論 換句話說 diffusion equation 本身是一個近似的equation physically 雖然它的解釋是exact solution 但是因為在建立diffusion equation的時候 物理上已經做了近似 所以它解出來的exact solution 都不是物理上真正的exact solution Pu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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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J